清理部長塞莎迪昨天暗示 所有內閣部長都支持 萊納斯繼續運作 這件事至少13名部長 違反了7年前 參與連署反對萊納斯的立場 現任原產業部部長郭素慶 就曾經參與連署 對此他回應說 他對萊納斯的立場 和7年前一樣 他解釋政府批准延長 萊納斯的營運執照6個月 是為了讓萊納斯 有機會改善問題 郭素慶今天早上出席 《愛我》總有90秒短片比賽 頒獎儀式之後 針對萊納斯獲准 繼續運作的課題發表談話 他解釋萊納斯的執照 只是獲准更新6個月 而且還附帶條件 另外根據新週日報的報導 郭素慶下午出席另一項活動時強調 他對萊納斯的立場和2012年一樣 至少有13名部長在2012年在野時參與連署希望之書 反對萊納斯稀途場 而郭素慶也是其中一人 清體部部長塞沙迪昨天暗示 內閣沒有人反對萊納斯繼續運作 郭素慶被指違背了有關連署 對此郭素慶回應說 他當時在國外沒有出席會議 另一方面有報導指出 行動黨元老林吉祥早前在通訊群組中 提醒行動黨國中業員目前處於關鍵時刻 不要出言抨擊西蒙盟黨的領導人 否則最終不僅會導致西蒙瓦解 也會讓新馬來西亞的希望破滅收場 郭素慶強調並沒有危機發生 林吉祥只是說和諧很重要 據了解林吉祥在短訊 中表示西蒙正面臨一場危機 而這場危機可以打破多元種族 多元語言 多元宗教 以及多元國家的第一次 也可能是唯一一次的政治改革試驗 NTP7實習記者王新瑜採訪報導 和諧正面臨一場危機 和諧正面臨一場危機